张一族制多谋却不得重用 北伐战死时将为长叹 我不如他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公元254年 为国边境的敌道城外秋风萧瑟 一群残枝断壁的蜀汉士兵 相互搀扶着 握紧了手中的兵器 用一种坚定的目光望向远方 远处 一只树极的兵器 数万人的卫国骑兵部队正在急速靠近 他们杀气冲天 犹如一头巨兽 思要张开血盆大口 吞噬天地间的一切 面对这种情况 某些人心中恐惧 频频将目光投向领头的老将军 想寻求一丝慰藉 而年已六十 头发花白的老将军微笑如春风 道 诸君不要害怕 人之死 乃命中注定 若能死得其所 岂不快灾 说着话 卫军已到百步距离 卫军统帅 徐志一马当先 直奔老将军而来 老将军大喊 我受汉事重恩 今日唯有杀身已报了 说吧 老将军挥舞着长枪迎向徐志 挥下士兵能行动的纷纷跟了上去 行动不变的也都摆好架势 原地等待敌人的进攻 这一场战役 注定是一场屠杀 但蜀汉将士们同仇敌忾 以残弱之质硬是消灭了数倍淤己的敌人 老将军左冲右突 年虽已花架 却仍然给魏军造成不小的麻烦 但可惜终究是老了 没多久便利节 再也捂不动长枪 老将军没有懊恼 只有万分快意 他大喊道 能死于沙场 何其幸运啊 说吧 老将军一人一马 冲进魏军的钢铁洪流 瞬间被融化在其中 壮烈牺牲 这位老将军名叫张仪 乃是蜀汉的荡寇将军 牺牲时61岁 虽然君值不高 但他的生平足够传奇 单刀救主如赵云 要是如神圣诸葛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用了三倍于关羽的篇幅 来记载他的故事 那么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的才能又是如何 让又临江维都自叹不如的呢 张仪 自伯齐 巴西郡南冲国县 金四川南部县人 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从小受尽了饥饿和屈辱 但他没有因此堕落 而是一直乐观积极向上 到了十岁 村里来了个老学鳩 张仪有幸跟随他学习识字 渐渐懂得了许多人生道理 十五岁那年 张仪的父亲病逝 他的父亲生前念叨最多的 就是黄金之乱前 大汉多么的富庶 他们的生活如何安定 看着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 张仪渐渐萌生出一个想法 既然汉世让大家如此怀念 那么自己何不以复兴汉世为目标呢 于是张仪定下人生目标 从此更加努力读书 十六岁时 张仪在路边捡到一卷孙武兵法 他如获至宝 无时不刻不再品读 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张仪凭借丰富的学识 成功得到当地县令的赏识 直接当上了主部 这一年 他才二十岁 当张仪充满豪情壮志 打算一展平生所学时 变故却发生了 公元二一三年 陆鼠帮助刘章抵抗张鲁的刘备 突然翻脸 大举进兵攻打刘章 当时鼠中大乱 各地强盗兵贼风起 其中就有一只数千人的贼寇 盯上了张仪任职的南冲国县 张仪得知消息 准备建议县令募兵防守 但没想到县令竟然收拾戏软 提前跑路了 没多久后 贼寇先锋便杀进城中 到处烧杀抢掠 张仪本可以这时候全身而退 但他突然想起 县令独身逃走 他的夫人和儿子却还在家中 自己若不管不顾 必然凶多吉少 张仪咬牙 拿起一口还手刀 直奔县令家中 见了夫人和公子 张仪将他们护在身后 悄悄前向城门 这时一个数十人的贼寇队伍发现了张仪 怪叫着冲了过来 幸亏张仪休息过无意 对付这些乌合之众绰绰有余 手起刀落 数十贼寇命葬当场 后面又经过四五次这样的血战 张仪才有惊无险将县令夫人和儿子带出城 送往县令躲避之处 县令大喜紧紧握着张仪的手 薄奇啊 大恩无以为报 我必然上表主公张显你的忠肝义胆 县令将张仪担刀救主的事迹公布了出去 顿时引起周人震惊 这下人人都知道了 南充国县有个勇士叫张仪 当地名是公路 姚昼 听说后 更是不顾兵荒马乱亲自拜访张仪 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正与刘章作战的刘备 对张仪也很感兴趣 所以在刘章投降后 刘备自称一周目 第一件事就是征召诸多财俊为官 张仪就在其中被封为周从事 张仪在这个位置一干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 蜀汉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汉中之战 伊陵之战 南中之战 各个都是镇谷朔金的大战 张仪丢掉手中的笔 暗叹 大丈夫当建功立业 于这执笔之前有何为 于是 张仪辞去从事之职 来到军队当了一名小军官 由于张仪头脑聪明 又懂兵法 很快就得到上面赏识 被封为郡都尉 当上都尉没多久 张仪就完美完成了生涯首战 227年 山贼张牧带领数千贼寇在广汉 连逐一带烧杀抢掠 蜀汉朝廷命张仪前往剿灭 张仪手下只有五百新兵 对上那一帮凶神恶煞的贼寇 绝无胜算 张仪想出一个计谋 他要来执笔给张牧写信 言辞恳切地说 我只有新兵五百人 难以与您对抗 但朝廷言令我讨伐您 这就难办了 但是呢 只要您愿意接受招安 我必然在朝廷为您争取将军的职位 若您不相信 我愿意将妹妹嫁给你 山贼张牧也知道当贼寇没前途 于是在接到信后立马就心动了 所以张仪语气谦卑地邀请他赴宴 他没多思考就去了 宴会上张仪对他很恭敬 酒过三巡后 张牧喝得鸣鼎大醉 张口就要与张仪结败为兄弟 就在这时 张仪脸色一变 左右冲出众多士兵 很快将张牧及其麾下头目拿下并斩杀 就这样 张牧之乱被张仪不费一兵一卒就讨平了 事后 朝廷对张仪大家赞赏 打算加封他为校尉 此时的张仪成为了蜀汉一颗冉冉生气的匠心 可谓是前途无量 但可惜人生没有一番风顺 张仪突然生了怪病 生活都难以自理 家中花光积蓄也没有治好 眼看蓬城万里 却突然折一坠落 张仪摊在家中愤怒地垂着床榻 他心有不甘 难道这一辈子就只能这样度过了吗 张仪一遍遍问自己 却没有答案 张仪为此沉沦了一年 最终才鼓起勇气 放弃所谓的脸面 去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张仪让人将他抬到广汉太守和之的家中 请求他为自己治疗 张仪与和之并不相熟 找上他是因为和之这个人心地善良 有口皆碑 更重要的是家财万贯 有足够的资本给他治病 和之看着这个 当初单刀救主又火速贫贼的青年英才进成了这样 也于心不忍 最后只说了四个字 我给你治 往后的三年礼 何止散尽家财 严请明医治疗 张仪则是一边耐心康复 一边继续研读兵法 为将来的付出做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仪最终完全康复 疾病没有打倒张仪 蜀汉也没有忘记他当初的功劳 当时正是用人之计 张仪康复后直接被人命为衙门将 从属于将军马中 马中正领军前往问山郡 平定枪人叛乱 听说张仪来报道后 直接任命他为先锋 大有考量之意 张仪也不拒 直接领着两千人马 来到叛乱的枪人山战 张仪没有直接发动进攻 因为他知道这些枪人经常叛乱 是因为国家威慑不足 如今大军一道 你是人心惶惶 张仪当即书信一封 道 你们枪人作乱 天子下旨要灭了你们 若是你们投降 我们可以资助你们 让你们安居乐业 如果继续抵抗 就将你们碎尸万段 别怪我没有提醒 张仪语气凌厉 如同一把钢刀 让枪人们感到胆寒 原本他们叛乱就是闹剧 如今刀架脖子上 又岂敢有顽抗之心 顿时 山寨中的枪人纷纷投降 有一二名丸不灵者逃进了山林中 张仪直接派人追杀 马中的大军还未动 张仪就已讨平叛乱 马中大喜 阁下非常人也 从此马中将张仪视为爱将 无论到个处打仗 必然带上张仪 张仪也很争气 每战必定争先 永贯三军不说 经常献上奇谋妙计 让马中积节赞叹不已 233年 被诸葛亮平定的南中蛮夷 违背誓言再次叛乱 蜀汉朝廷命马中前往平定 马中又派张仪为先锋 张仪身知兵贵神速 领纪兵日夜兼程赶往南中 刚叛乱不久的刘昼 没想到蜀军来这么快 竟毫无防备 被张仪直接斩首 又是不费一兵一卒 张仪就讨平了叛乱 当时朝廷正准备封赏时 越随郡又爆发了蛮夷 大规模叛乱 太守公路被贼手李囚成斩杀 消息传到张仪耳中 张仪勃然大怒 公路是张仪的至交好友 他被叛贼杀死 张仪岂能袖手旁观 张仪赶忙上表 主动请应前往越西平叛 朝廷正愁无人赶前往 赶忙顺水推舟 命张仪为越西太守 张仪带上兵马 火速赶往越西郡 到了之后才发现十分棘手 原来越西郡早已名存死亡 蛮移不服管教 导致越西郡的办公处 竟然远在八百里外的安上县 张仪决定暂且按兵不动 先观察情况再说 当时越西郡部落林立 其中鼠北角捉马 苏其义 东渠部的势力最为强大 张仪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设定策略 拉拢清汉的一些部落 然后贿赂中立的部落 在时机成熟 张仪以迅雷不仅掩耳之势 突袭了北角捉马部落 并升勤首领魏郎 不过张仪也没有难为魏郎 不仅放弃回家 还仗表朝廷封其为依侯 这一大放假一天早 让魏郎感动得痛哭流涕 表示以后再也不会造反 此事传出后 其他部落也纷纷前来请降 最后只剩下苏其义和东渠部卫降 一开始张仪还忌惮部落势力 没有大规模动兵 但如今大都已经投降 自然也不再顾忌什么 张仪直接率军出征 讨平了这两个部落 其中东渠部的首领里求成潜逃 张仪亲自带队部下天罗帝王 最后如愿以偿将其抓捕回来 张仪亲自斩杀了他 位见了好友公路的在天之灵 战士虽然平定 但岳西动乱已久 百费待兴 张仪带领大家修补城墙 建立各种设施 保障移民的生活 同时还恢复开采当地的盐铁矿 达通了断裂十几年的通往成都的商路 就这样 在张仪的治理下 移民百姓生活富足 安居乐业 岳西郡也从蜀汉的军费黑洞 变成了纳税大军 年年上贡的赋税 成为将为北伐的重要经费来源 朝廷表彰张仪的功劳 加封他为辅荣将军 关内侯 一时间 张仪在蜀汉风头无两 诸多大臣都以结交张仪为荣耀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 张仪的烦恼便来了 原来 治理岳西三年后 张仪听说将为开始北伐 于是请求调离岳西 参加北伐 但由于当时马中等人已死 南方能认得住场面的人唯有张仪 而岳西又是南中关键 所以蜀汉在没有合适人选之前 不能让张仪离开 张仪得到回信失望万分 但为了国家 忍耐一时并无不可 于是张仪耐心安定下来 等待朝廷的争调 但他没想到 这一等就是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里 张仪一直用自己的方式 参与着天下大事 听说东吴诸葛克即将北伐 张仪赶忙写信给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道 你堂哥刚成为顾命大臣 朝廷还不稳 右弟也对他没感情 这样远离中央 早晚会生大祸 后来诸葛克果然遭遇政变 被满门抄斩 还有一次 张仪写信给大司马费一 批评他道 当初大将军岑鹏入蜀被杀 就是因为不懂的防备 听说您出路不带示威 与陌生人交往过密 您兼复一国重任 希望您吸取教训 非亦没有听从 后来果然在碎手大会上喝醉 被想将郭修刺杀于当场 就是如此 天下如何风云变幻 张仪虽能料事如神 微不先知 却无法力挽狂澜 这种无力感 边缘感让他深感失望 有一天 张仪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年 已经头发花白 皱纹叠声 曾经那副活泼乱跳的身体 也感染了严重的风湿 连走路都一瘸一拐了 张仪不禁想到 自己还能活几年 自己的人生目标又在哪呢 最终 张仪决定 要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他再次上表朝廷 强烈要求参与北伐 幸运的是蜀汉朝廷念其年老 同意了他的请求 改封其为荡寇将军 回归成都 张仪离开月西那天 月西百姓纷纷自发来送行 路上哭声一片 都对张仪的离去深深不舍 月西到成都数百里之遥 不少人竟一直送行到成都 张仪对这一幕也很伤感 但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日 应该为父亲汉氏出一份力了 张仪来到成都时 风湿已经很严重 需要人抬着 张仪直接来到军营 找到姜维 要求参加北伐 姜维看着他这一副老麦 虚弱的样子 不禁提醒他 人要扶老 算了吧 张仪大怒 只要我能为大汉杀一贼 老又如何 最终 姜维拗不过张仪 在出征表上加上了他的名字 张仪在出征前 也写下了一封出师表 虽然没有诸葛亮的出师表名气大 但胜在多了几分豪迈 决绝的意味 命后主刘善竟然独厚泪流满面 这是诸葛亮都未曾做到的 张仪这样写道 陈当值圣明 受恩过量 家已疾病在身 长孔一朝允眉 公负荣誉 天不为怨 得益荣誓 若梁州克定 成为翻表首将 若有未竭 陈杀身已报 刘善看完后泪流满面 他知道 张仪此一去 恐怕就是抱着不再回来的决心 公元254年 蜀汉延西17年 蜀汉大将军将为领军北伐 魏国敌道县长李简秘密请降 江维认为是诈降 不愿接受 张仪却认为定是真降 并力劝江维受降 于是江维领军来到敌道 李简果然现成而降 江维因此得到无数军资 北伐成功的希望又增添一分 但好景不长 魏国知道江维再次北伐 直接派出了猛将徐志 徐志带着数万骑兵直奔敌道而来 江维大惊 按道敌众我寡 恐怕不能取胜 江维便打算退军 但论角力 徐志麾下都是纪兵 肯定能在江维回国之前追上他 那么 江维就需要一将替他断后 正在思考人选时 张仪说话了 我老骨头一把 如今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 我愿待本不残于人马断后 江维不忍心 老将军不必如此 我可另行安排将领 张仪摇了摇头 此时非我莫属 说吧 张仪出营调集人马了 江维望着张仪的背影 叹道 本以为我之略输他一筹 但没想到其一永远远胜于我 最终 张仪在断后战之中壮烈牺牲 但也因为他的牺牲 江维得以安然撤退 朝廷感念其功 封其长子为西乡侯 四子为官内侯 略西郡的百姓听说后 全民搞肃 无故悲伤流泪 他们为张仪立庙 从此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来祭奠他 怀念他的恩德 三国治理这么描述张仪 策略足以入算 果略足以入微 为臣有忠诚之节 楚类有量职之风 而洞必顾典 后主身重之 虽谷之英事 何以远于哉 以张仪的才能 在人才匮乏的蜀汉中 绝对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但他至此为不过荡寇将军 远不如将为不说 连王平 邓之之流都不如 镇守南方十五年 白白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年华 倘若能早点重用于北伐当中 也许能给蜀汉带来更多胜利 当初诸葛亮谈及北伐 说 我们不是军力不如魏国 只是少一人而已 如果说魏延做不了蜀汉的韩信 也许 张仪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只可惜诸葛亮从未重用过他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